刚才忘了问题了,这是多少钱得来的? 我这个是大概花了几十万吧,是我父亲从清东陵当地买过来的。 据说是当年的,就是来清东陵祭祀的官员留下来的。 这是一对五彩的狮子绣球的长镜瓶。 这种绣球的图案就是喜庆的。 那么我们看一下底,这一圈你用手一摸, 这个小团拿手很锋利,就说明这个胎子非常坚硬。 再看这柚子也很硬,柚子硬了,踩鼓着上面也显得硬。 所以说这个东西应该是符合康熙时期胎幼的绘画的特征, 应该是康熙无彩狮子绣球的常景平一对。 那么2013年的11月16号, 佳德开了一个康熙无彩的花鸟的棒水平。 它一个拍卖价就是三十万到四十万。 你这是一对。 那么我想它的价格应该在八十万到一百万之间。 office、 好 好 好